南瓜脆筍包 現在為你示範一道 南瓜脆筍包 我們看一下它所需要的材料 再來蒸南瓜 紙不要 皮不要 發溫滿的水 哪些食材富含保護眼睛的成分呢 南瓜它有β胡蘿蔔素 到身體會轉換成維生素A 它在四粒保健上面是很有幫助的 在蒸的同時呢 我可以來準備內餡 好 泡香菇的時候呢 你用冷水就好 不要用熱水 同時呢 我建議你可以在裡頭加點糖 這樣呢 讓它很快的軟化 而且香菇會更大的 更好吃 放好的香菇呢 我把它擠乾水分 水分很多的話呢 會爆 我們去開始用大火 將香菇的香味已經炒出來之後 再炒其他的配料 這時候呢 我們肉末放進來 肉都已經變色了 煮熟的筍 這時候也放進來囉 我先放胡椒來 香菇素 蠔油 好我這樣就可以拿出來了 餡料你可以先做 放涼 熱熱的時候你在包的時候容易破掉 我們南瓜已經蒸熟了 糖 不要超過兩大匙 我們要壓成泥狀 我放入了半杯的糯米粉 還有地瓜粉 揉到什麼程度呢 耳垂的軟度 好 都已經成團了 我再加一點點的油 這最後的做形 我把它稠成長條 旁邊薄 中間厚 來 將這餡料放進來 因為它不像麵粉 有那個彈性可以拉 所以你就是用這個虎口 這樣 左邊的手呢 裡面按 將線條一直按進去 那個紋路 有點深度喔 太淺的話 紋路會不見了 盤子呢請墊上 布巾 饅頭紙 烘焙紙也可以 我們把它放進去蒸 水開放進去 開始計時來 請記得中小火就好了喔 哇 顏色很漂亮 我把它箱上的梗布 南瓜脆筍包 這樣就完成了喔